蔡總統所說的 不要再談九二共識這件事 不過為什麼陳明通 從頭到尾 都沒有直接進入主題 難道這是來寒暄話家常的嗎 維翰 蘇悟空他是翻不出 如來佛的五指山的 可是蘇悟空基本上 他是不會被唐瞻上 給壓得死死的 除了緊箍咒之外 所以當陸委會跟陳明通 是唐瞻葬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壓不住 這個韓國瑜的 當然這一場會面 我們背後去想看看 觀眾朋友可以試想一下 陸委會他的業務是對大陸失誤 高雄市政府是大陸嗎 為什麼會跑去見 高雄市政府的市長 陸委會過去曾經去拜會過 我們叫22縣市的首長 說我陸委會要來拜會你嗎 業務上有往來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政治動作太明顯 就是蔡總統他 要陳明通去跟韓國瑜談 談未來的兩岸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配合陸委會 配合中央 一再強調幾個點 就第一個北京不是吃素的 現在你要跟他做生意 將來你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陳曼五湯 他基本上大意是這樣 可是韓國瑜也告訴你 非常清楚了 國防跟兩岸還有外交 我市長是不會碰的 可是就像蔡總統 他的九二共識 從他選前一直講 維持現狀 不講此 一直到最近1月2號 說堅決不要九二共識一樣 這個是蔡總統他的選舉 他的策略 而且他拿到選票了 韓國瑜他在選舉的時候 告訴高雄人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來高雄發大台 就是要跟大陸做生意 東西要賣過去 而且希望官方可以來 他的選舉的承諾是這樣 你現在突然來了一個 陸委會主委告訴你說 不通 然後我就配合你 所有的兩岸計畫全部終止 這樣合理嗎 這樣子 韓國瑜能夠跟他 拿到89萬票的選民來面對嗎 所以基本上 韓國瑜做韓國瑜的 韓國瑜做市長的 不過這個會面 也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陸委會不急著 去跟國民黨黨主席見面 他急著要跟高雄市市長見面 因為代表說 現在的民進黨所在乎的 在野力量的兩岸政策 他們認為是韓國瑜在主導 韓國瑜不但是主導 而且韓國瑜 他有一個帶頭作用 他的成功會帶來的15加1 所謂的15個國民黨先生跟一個 講兩岸一家間的台北市的 一個互動的一個狀況 3月的時候 大陸會有類似像例行郵輪的 大郵輪到高雄去 當然他不會直接進來住 可是他停靠在高雄港附近的時候 現在計畫是這樣 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訪問 潘恆旭局長他在講 這個東西也需要陸委會的同意 所以高雄市會不斷的 跟陸委會提出 在他的業務拐轄範圍之內的 兩岸互動 包含觀光客跟賣東西等等的申請 可是如果陸委會一直要 去強調一個就是統戰 去強調說因為危險 因為大陸不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步步為營 不要去接觸 那就會違反韓國瑜跟他的選民 所做出來的承諾跟選舉支票 很簡單一句話 其實這個就是2020總統的前哨戰 其實已經開打 不講前哨戰了 就是開始的第一步 蔡總統要把2020的總統大選 定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樣 就是反介入夠台灣 就是你跟大陸走太近 親共或者是跟中國大陸互動 最後的結果都是危險的 就是出賣台灣 所以請你跟我一起 但是整個會談下來以後 我的了解原本陸委會是希望 就是跟那一場孫昌 還有蔡英文的會面一樣 大家五分鐘行李如宜 在記者面前談一談就好 後面可以來一點 這個所謂的閉門會議 不過韓國瑜方面是堅持 是全程公開 有什麼可以不要這個 好 給大家看了 公開當然比較好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高來高去 什麼上民下通陳明通 什麼大致弱於韓國瑜 然後再來一個絕頂聰明 接不下話忽然弄住 整個下來唇槍舌戰的結果 大家看得出來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但是韓國瑜小勝 因為畢竟 韓國瑜勝是不是 對 他小勝 為什麼 因為畢竟蔡總統這麼多年以來 也只講了中華民國台灣 有沒有 他還要加台灣 陳明通沒加台灣 講了六次中華民國 所以這一點的話 韓國瑜講得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也是很樂意看到 非常溫馨 非常溫馨 講到中華民國六次 所以韓國瑜小勝 我剛剛也講 這也沒有什麼攻防 或者是說誰贏誰輸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 蔡總統把他的兩岸策略定調 希望這一些縣市長 不要不跟他的兩岸的策略 是反方向的 就是我是借機用人 可是你卻是主張要互動 而且要經貿往來 這個跟我的方向不同 是不是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對大陸 這個就是反中國大陸 不要太過親近的主軸 就是蔡英文總統 2020的總統選舉的 兩岸策略的主軸 他恐怕不是抱著很大的期待 或是目的而來 因為他也曉得對方的底線 對方的玩法 他連碩數論文都看了 他大概曉得韓國瑜 有徹底研究了 而且你要跟韓國瑜鬥嘴 其實在台灣目前 沒有一個人鬥得過韓國瑜 你有把握嗎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 但是如果我有資格的話 我覺得我還可以 這不是說我吹牛 這不是說我吹牛 但是問題是這樣 他昨天韓國瑜的定位 是不錯的 他說你是唐三丈 那我是孫悟空 你是中央 我是地方 就兩岸是的話 你滾得到我 但其他的東西你滾不到我 這個是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陳明通代表中央 要把它框住 就是說他其實不太在乎 他講九二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本來就是 兩岸之間的一個互相表態的話 我覺得九二共識 一直開頭 國民黨沒有好好做這件事情 九二共識不是用在國際社會 因為在國際社會 你不需要九二共識 你邦交國就講中華民國 你非邦交國 你已經講中華台北了 所以外交是用不著的 這一點國民黨一定要講清楚 而且國內要不要 國內也不要 因為國內這個就是你的國家 你何必九二共識 這個三方面 外國 國內跟兩岸之間 九二共識的適用與否 還有怎麼用 我想我應該在這裡 就提醒指責要回去 報一報你們的上級 你這個三個方向的用途 九二共識的適用與否 你講清楚了就沒事了 你現在為什麼講書柯P 講書民進黨 就是國內這一塊 你被人家 大家混淆了 就是說你投降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你講清楚沒事 所以因地質疑 不是 九二共識 不過大佬你的前提是講書了 可這件事情講書了沒 可能要2020的選票投出來 才知道 我是認為沒有 我是認為國民黨的空間最寬廣 就是不會講而已 但是我看你的來賓裡頭 尤其是藍的 尤其是那些火候不夠的 一天講完講說國民黨完了 現在習近平出招了 國民黨現在就是在三方面裡頭 他最糟糕 你具體點名一下 到底是誰講好不好 孫大謙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你們怎麼那麼健忘 對不起 我又再度傷害了他 沒有 還有兩岸事務專家 趙春山也這麼講 他們都替國民黨很擔心 國民黨就是不會講 但是空間還有 時間還有 所以還來得及說 我今天交代我們的高級黨工 回去講一下 但是問題是 他們看電視就知道 不用我轉答 但是昨天這個 當然韓國瑜是講來講去 陳明通講不過他 但是我覺得 你說陳明通講不過他 講不過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分數要怎麼打 如果你說陳明通的分數低一點的話 並不是說陳明通差到哪裡 是韓國也厲害 你想 因為讓陳明通 我覺得這個跟個性有關 我在本節目裡頭一直都在講 政治人物是個性決定命運 命運決定未來 你看陳明通昨天就是不像一個 一個內閣大臣所應有的高度 所應有的風格 你看一看囂張 然後就是沉不住氣 然後輕挑 你怎麼講自己是上民下通陳明通 你又不是大和尚對不對 還有你這樣講 現在是我的內閣官員都要當網紅 所以一定要來點順口溜 上民下通那個是和尚講的 你不是佛教徒 你不能這樣亂講 只有聽過上京下平 你覺得我可以講上吐下瘦嗎 當然不可以 這樣也還罷了 他講韓國瑜 說大致若語 那個韓國瑜 這是不對的 你大致是讚美人家 若語呢 韓國瑜 若語是趁多大致 韓國瑜心肝肝肝肝肝肝 我鞠頭摸鞠頭 我看他在說 所以他講聰明絕底 所以大致若語這四個字 就好像大監若巧那一類的話 你是不能用來形容對方的 用來形容對方的話 表示你心不存善意 所以這個是坐不定中 兩隻腳開開 走得這樣 說得這樣 很囂張的 北京都在看 北京看到你們台八指的 主管兩岸事務的人 是這副德性的話 北京就在笑你知道嗎 北京跟他很熟了 我知道 又不是不認識 對 但是很熟的話 這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場面 顯露你的德性 所以人家一看就起來 沒辦法 不知道腦子比較爛 所以但是他昨天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宣達上面的意思 宣達政令 第二個我覺得是表演 表演給誰看 我覺得不是表演給北京看 是表演給國人看 也表演給這些國民黨 就是剛剛當選的這些縣市看 所以他才全程公開 全程公開 全程公開就大家都知道 一旦全程公開就是表演了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表演 所以昨天此行的目的 是一點都沒有達到 但是陳敏東可以回去報告說 我已經盡責任 不盡力了 如果這是總統交代的 我覺得總統恐怕沒有交代 但是他回去他會 那一定有報告 以他的個性 他一定覺得說我不入使命 但是我覺得他昨天對於他的 那你覺得他有不入使命嗎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使命 他根本就是沒有帶什麼使命來 所以也雙手空空來 雙手空空回去而已 因為這是明知一場不會有結果 那你覺得他有可能會有意識的 那你覺得他不入使命嗎 他沒事的 你覺得他會有意識的 是有機會的